MF 看到New Glast 我就會想到 它就是一個潮鞋的代表 最少是997H 然後加上它997它的底是中底 然後H又是有點加高的 所以我覺得女生穿對於身材的比例 是蠻有幫助的 女生都很喜歡穿交叉式的洋裝 那如果是搭配高跟鞋或是平底鞋的話 會看起來就比較成熟 我會覺得說現在女生就可以把它換成這種復古的球鞋 然後看起來就是很簡鈴 然後很可愛 這雙是Puma的 這雙叫做Defy 這是它今年2019最新的女生的訓練鞋款 特別的地方就是它上面是用那種有點像彈性的針織 然後有點像襪套那樣 所以它是很服貼在你的腳上的 那這雙大家有沒有發現它的Logo跟一般PumaLogo不大一樣 這雙Logo就是把PumaLogo改得更流線 更有科技感 未來感 這雙就是 哇好復古喔 比之前那一款還要再更復古欸 因為它是整個擠皮 然後去拼接網眼布 然後它的網眼布這邊還有用兩種顏色 一種是純白的 一種就是有點米色的 它的鞋底也是跟之前的那個老爹鞋是一樣的 也是那種有加高的鞋底 像Balazaga它就是常常一把老爹鞋 然後去搭配長陽裝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在穿搭的時候呢 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它有就是加高的部分嘛 所以我覺得老爹鞋在於你的穿搭上面是 對你拉長你的身高比例是一個很好的單品 HIT 我自己常穿就覺得真的還蠻好穿的 因為它的那個鞋底啊 就是有一點微微的小氣點 走起路來就是還蠻舒服的 然後這雙其實也算他們的長賣款經典款 可是今年多了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它在皮革上面是用了衝孔皮革去做設計 穿起來會更透氣 比較正式的穿著然後搭配一雙這樣子的休閒鞋 其實我覺得也蠻適合的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 Stan Smith 2019年最新環就是它這旁邊 會有一個hashtag 然後還有就是它的鞋墊的地方 會有這個Stan Smith 它自己的簽名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不認識它 但其實它是美國的很有名的網球選手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很百搭 我覺得它配西裝褲 綜合了休閒與正式的感覺 我覺得會很時髦 Air Maxia 是一款專門為女生出的Air Max 就是它雖然也是一款白色的鞋子 可是它的白色配色非常有層次 甚至它是很有透明感的 在年紀的地方它也不是用縫線 它是用熱壓的 而且後根這裡啊 它有四個小圓點 其實是代表的就是 它們是由四個女性組成的 設計團隊所設計的 這雙鞋我覺得就是真的很無敵啦 我覺得女生都會很愛 好久不見的Rebok 它復刻以前的經典款式 把它的Victor Logo放在鞋底的這個地方 後面有那個很神秘的數字 代表是這雙鞋子呢 1983年就出現的鞋款 但如果觀看這雙鞋19呢 也是代表2019年重新推出的意思 雖然它是以白色的鞋身為主 但是它在這個地方 它有紅色跟藍色的顏色點綴 所以我覺得在搭配的時候呢 上半身其實可以選擇 就是有紅色跟藍色的服裝的元素 在這雙鞋裡 可以選擇 在這雙鞋子上 可以選擇 在這雙鞋子上 可以選擇 但是這雙鞋子上 那雙鞋子上 可以選擇 我們在這雙鞋子上 我們還是要安裝營物 你可以選擇 在這雙鞋子上 這個地方 自分為觀看 請選擇 在這雙鞋子上 詞音樂 在雙鞋子上 可以選擇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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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